大家好,我是孙宏赫 新商业大智慧 我每天都会给大家讲教材当中的内容 今天我们回顾一下 我之前在流量武器章节讲了社群运营 以及社群运营与自媒体新零售之间的关系 我们快速来解析一下 自媒体是社交化的必要的实战手段 要想做好自媒体 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交化的手段 实现商业化 必须要有一个社群做一个基础 社群是新零售 是自媒体的核心的保障 我们再把教材由85页翻到119页 如何经营好一个社群 如何成为一个社群的群主 经营好社群有三步 一二三步 做好群主的话有八个条件 然后社群是什么 我们也讲解了 那么今天的话 我来回顾和解决大家的一个问题 就说红克 我学了 但是我建不好社群 或者是说年底了 我如何能够建一个能够赚钱的社群呢 这里有两个路径 用一句话来总结 这句话我说给大家 大家就牢牢的记住吧 可能有些震撼 但是的话 确实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 这句话就是 如果你不敢毫无底线的忽悠别人 如果你不敢毫无底线的忽悠别人 那么你要想建社群 就必须得有能力 让这些人不断的占你便宜 这句话大家要记住啊 就是说当你学完了社群 如何来经营社群 如何成为一个合合的群主 社群是什么 社群与新零售自媒体 社交化商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你都明白了 你现在就想干了 那么你要记住红克这句话 这句话一定要记牢 就是如果你不敢毫无底线的 没有原则的忽悠那些群员 你就要有能力 让他们持续不断的占你便宜 如果这两点你都做不到 你就不要建群了 当然有的人说了 说哎呀 红克我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或是我不敢 我皮肠比较低 不像那些什么大师大咖 忽悠别人割韭菜 好了 你只能够做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要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价值 我给大家说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就说以我为例 很多人问我 说红克你为什么不建群 你建群我肯定参加 我相信我建群了 一定有很多人参加 按照你们的社群裂变 包含了我给你们教的社群裂变 我先有一千人 那么相当于十个群 每个群一百人 那这一千个人 我要求所有进群的人 只做一件事情 要求他建个群 我教他如何建这个群 他们都成为一个群主 这个逻辑通了吧 那就相当于我一下子拥有了什么 拥有了一千个群呀 我直属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千个群 那么我在教这些群主 如何发展自己的群 让他们如同像我要寻找 我能寻找一千个 我只是需要让他们寻找五个 让他们自己在建五个群 每个群一百人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一下子有五千个群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吧 我为什么不建 是因为我没有三个保障 第一个保障 我没有准备好 或者说我的能力 心态和意识 没有准备好 让这些人 不断持续的占我便宜 怎么占便宜 要么我让他赚钱 要么我让他有名 要么我让他有利 我只能够让他在一个月到两个月内 因为我的好奇 因为我的距离感 让他们刚进入这个群的时候 忽然之间有一个感觉 说我要尊重孙荷 但是一百天以后 我不神秘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由这种尊重 变成什么 变成谩骂 和什么呢 和习以为常了 如果你达不到红荷的这种思维 达不到红荷这种价值 如果你建这个群 而且是无门海群 没有称交群 就是这个群不卖东西 也没有门槛 谁都可以进 你想一想 你的后果是什么 永远要记着 越穷的人 他越喜欢占便宜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跟大众玩 大众还瞧不起大众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想占便宜 当所有人都想占便宜的时候 大家都不努力来干一件事情 志同道合等于乌合之众 志同道合加大众等于乌合之众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大咖 愿意建这些免费的群 因为人家不搭理你 没有任何一个大咖 有这样的心态 有这样的价值观 有这样的公益心 说我不断的让你占便宜 明白了吧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能够毫无底线的忽悠别人 你也可以卖 打个比方 我卖教材 教材可好 只要你买教材 我瞬间要你保证10万 月赚10万 你看有很多小屁孩对吧 做自媒体粉丝没有红客多 拍的自媒体原创文章也没有红客多 他就敢收2980 告诉你一周之内特训 现在有斗商培训的吧 有网红培训的吧 有自媒体培训的吧 有文案培训的吧 甚至还有什么呢 还有心灵鸡汤情 叫情商培训的吧 收你钱了吧 他们可以 因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我要的就是你钱 真运生的人 人心 狗屁 我就要你的钱 我今天会要你钱了之后呢 再说 你看看那些什么 这个天下 这个罢评的 还有什么 早起打卡的这种 他都可以卖了 不管是买什么 粉项各种 你只要建个群 他都有成交 所以现在不是什么呢 不是这些精英 愿意这样做毫无底线的事情 是相互的 一是精英没有底线 第二什么 是精英对大众失去了耐心和希望 所以他什么 他毫无底线的 毫无原则的来割你 割你了 他赚钱了 他认为他可以继续的来割 但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矛盾 一方面我会面对一个事实 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都在护粉 这是一个特别垃圾的一件事情 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护粉 所以你永远记着 大众的人群 永远永远是不可自救的人群 那有人说 今天红柯你讲到这个份上 你要做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要坚定来做什么 做有原则有能力 并且能够不断持续投入价值 让大家占便宜的那个人 因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长久 所以做自媒体建立社群 是一个非常非常纠结的二选一的过程 没有三 只有二选一 要么你不要脸 你可以挣钱 我今天就挣钱了 你看有很多很多人 说我今天挣五块钱 挣十块钱 我挣了 我今天发真 我今天成交警 我不跟你谈情 我就跟你谈钱 因为在他们世界当中谈情 浪费钱 那还有一种人就像我红鹤这样的人 成为一个异类 叫什么呢 就是每天给大家发短视频 有人还在骂 发了1500条短视频 大家都在喷我 然后发短视频 发音频 直播 对吧 你看看这种人 所以有些时候 像我这种想付出价值的人 你可以占我便宜 但是你占着便宜 还什么呢 还骂着人 就这种人会越来越在 把我们这些有价值的自媒体人 推向那些冷酷无情的那些人 所以世界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 那么我今天告诉大家 就是一个真相 至于说如何来选择 我教给大家的是 道理思维方法和工具 至于说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办法干涉 我愿意成为那个坚持自己底线和原则的 能够让大家占便宜的那个人 但是说大家能够占便宜 占多久 占到多大的便宜 还是靠大家 如果你认为这条路苦 我倒鼓励你们 成为那个先让自己生活好一点的那些人 我是红鹤 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意思 听到我的思维 选择由你们自己 不要对每个人的选择做出任何的意义 我教给你们大家的是什么 是能力 是技巧 是营述 是营道 这就相当于老师 教学生 有的学生可以拿这个知识 比如学化学的 有的人可以拿这个知识 然后成为一个化学家 有的人可以拿这个知识 去什么 去制毒贩毒 这个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干涉能力 好了我是红鹤 每天八点半都给大家直播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短视频 大家也好好想一想你的群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干 是你选择那个路还是选择这个路 你总要选择一条路尽快的选尽快的做 不要这两条路说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这就完蛋了 听明白我说 就说你要想选择那条路 你什么也别想 别立牌坊 你就干 你要想当一个好的品牌化的人格魅力 你也什么呢 你也就这样干 就别什么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这是什么 这是一定是越来越失败的原因 这就是社群的本质 好了 拜拜